您好 欢迎收看6月2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肖佳慧 111年度性别防暴初级预防社区培力计划成果展 在花莲文创园区举办 长期关注性别暴力防治工作推动的县长徐真伟 也到场给予领航社区 以及社区防暴宣讲师高度的肯定 期许花莲的防疫与防暴工作双轨精神不停歇 其中活动内容主要是防暴宣讲师的受证 以及领航社区推动防暴的展览 现在许人表示防暴预防推动 除了感谢花莲县各阶层人员的参与以及努力之外 更值得肯定的是 深入社区内部提高民众防暴医生的第一线 行动的领航社区以及防暴宣讲师们 参与成果社区包括花莲县修行博交协会 其中今年度新增的社团法人 花莲县新著名永远发展交流协会 与花莲县万荣乡万荣社区发展协会等共有参与 在防暴掌援以各社区样态情境 展示暴力样态以及宣导防治方法 留家庭间的婆媳相处 疫情下的家庭内紧张 原生的暴力一体等等 提供社区互相观摩 并且交流思考推动防治方法 所以我要谢谢专业团队的这个协助 比方说我们的专长 专老师 专教授 就是给我们非常多专业的协助 还有这个赔力 让我们在无论是高级 或者是中级的讲师 能够把这个种子讲师把它培育好 然后再到各社区 各个地方去做赔力的课程 我想很多的社会服务需要专业 而且不断地精进 不是说我走过来 我已经经历过就可以 因为我们不能用自己的经验 来去协助很多人 我们要学习更宽的面 更深入 来用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角度 去切入来帮助很多 帮助需要防助的人 所以我们要用对方式 就像我们去带孩子的时候 一样 因才师教的道理一样的 所以今天真伟有点时到 但是我非常非常地谢谢大家 能够来共同守护住华林 守护住华林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所以再一次谢谢大家 那服务的路上互相的支持 我想我们会走得非常非常地开心 而且非常地坚定 社会署上陈嘉福扑议 民众除了做好相关基本防疫工作之外 有戴口罩 4打疫苗等等 在防疫民众无法上学 工作生活受到影响 家人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明显提升 那么在家中互看不顺眼 孩子们管教问题等等 都成为引发暴力的因素 遭到家庭暴力的时候 不论男女老幼可以寻求协助 寻求协助并不可耻 是一个改变的契机 让自己与家人能够获得自我的保护能力 未来区区能够持续结合社区 社会大众与协助协力 建立串联在地互助的力量 将防护网络遍及各个社区角落 让防护无视角 能够接触每一个有需求的民众 这个终于看到了